好那現在大家都已經可以用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大概怎麼用 那首先一進來你看 我們先看我們剛剛考大家的常識題 到底有沒有用來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這些數字有點熟悉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是不是跟剛剛那個都一樣 了解了所以我們看了就是後面這裡 那原則上我們如果你想要有指定尺寸 你就在這邊直接打 直接選就好了這樣就是標準的 當然如果你是錄影你錄的不是標準的 比如說我要一個800 600類似像這樣 或是比較特殊的尺寸也是可以 不過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你把那個影片傳到YouTube 或者一些影音平台 他們還是用預設的方式去播 所以你的影片怎麼看 他就只有那幾個尺寸可以選 他就不是變大不然就是縮小 所以通常會比較建議各位用標準 好用標準的你比較不會有就是 影片的一個縮放的問題 比如說我現在用640 480 那你看我想要把它移動的話 有沒有可以移動 對不對 就是他中間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有一個可以移動那個範圍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行做調整 從右手邊做調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錄音的部分 預設是他只有抓系統的聲音 那如果你想要抓到系統的一個麥克風 因為你要講 所以這裡稍微調整一下 我把它選好再來一個 你要錄的是螢幕的畫面還是所謂的攝像頭 就是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那我現在我把兩個網路攝影機接進來 你現在看到這一個 有沒有覺得好像畫面比較寬一點 這就是廣角 如果我用的是另外一個 因為我另外一個現在正在用 另外一個現在正在用在這裡 我先把這裡換一下 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的我比較小一點 不是畫面小是那個寬度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所以有廣角跟沒廣角就插在這裡 這樣了解齁 我畫面切過去一下 你們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現在有廣播嗎 沒有這樣 這樣有看到的對不對 這個是現在的 就是這個攝影機 如果是這個 你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比較廣一點 對不對 旁邊是不是就抓到很多 不一樣 就插在這邊 那在這裡的話 我螢幕我先換回來 好我現在抓螢幕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是在這裡 有沒有 好你要抓麥克風的聲音 好麥克風的聲音 第一個是像這樣 那再來呢 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順便看一下在這邊 它其實有快速鍵 這裡是不是有快速鍵 一般來講其實我們要 做這個錄影的話 通常快速鍵可以稍微記一下 萬一如果這些工具類隱藏起來了 你看不到 是不是用快速鍵就比較方便 你看停止錄影是Ctrl F10 然後呢暫停是Ctrl加F7 好那這個呢 OK了 我們就來看看囉 如果你真的要錄影 我就給他錄下去囉 按這裡 好你看我現在就開始錄影 那他會告訴你說 準備囉 要開始了 好有沒有倒數321 導演在講321了 好那我們就進到這邊來 那麼你在錄影的過程 這個框框還可以移動喔 因為有時候剛好沒對準 假設你不是用全螢幕的話 你就可以看你 要錄哪一個地方 你就移到那個地方去 這樣OK對不對 可是 我要講解的時候怎麼辦 這支筆他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錄影就準備好了 所以來點到他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 這個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用 那你要講哪一個 如果你要還原要擦掉 也可以 這邊就直接清掉 那如果要這個 讓同學看比較清楚有沒有 那我如果暫時把這個筆收起來 比如說你看我把筆按一下 這個我可以先把它收起來 好那就可以繼續講 那筆記會留在上面 筆記會留在上面 那我現在呢 我就把它先清掉一下 如果說你在講解過程 怕同學不專心對不對 你就把自己叫出來 這樣有看到的嗎 你可以把自己叫出來 但是呢你也可以移到別的地方 這樣有沒有比較靈活一點 因為有時候我要講的是在下面 同學你不要亂看喔 有沒有 看對地方 如果你不想出來的 就自己收起來 就把它再按一下 有沒有就收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啊 那這個線上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提供一些基本的剪接功能 假設我現在已經錄完了 當然你也可以暫停啦 假設我已經錄完了 我把它停下來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個打勾 對不對 當然不OK就刪掉吧 打勾 好這個時候它會把你做一個轉換的動作 然後也在想你算故意的喔 好那我們就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樣夠即時吧 可以有時候剛好沒對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它的滑鼠 你就可以看你 有沒有注意到滑鼠下面有個顏色 這樣這邊會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 我要講解了之後怎麼辦 這次你還蠻緊繼續講的 那筆記會留在上面 這樣有出來了吧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檢視完確定沒問題 你可以來這邊 準備怎麼樣 輸出了 那它的輸出有幾種 直接存成影片 欸還有一種是存成GIF 你看我們現在FB不是有支援GIF的動畫嗎 以前沒有喔 對不對 以前沒有喔 是後來去年吧 去年還是前年之後才加進來的 另外呢如果你有需要編輯 比如說你還要加上其他內容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進到它簡易的 比較編輯的程式裡面去做 或者就直接上傳到YouTube 這個叫什麼 Vimeo 或者你要上到雲端令碟 桌板是不是都有了 假設我要保存成影片 我就直接存下來 它預設就是MP4 預設就MP4 你看我們剛剛錄了多久 1分38秒對不對 給各位猜看看我們這樣檔案有多大 你覺得呢 我們這樣其實錄的畫面是比較小 所以應該啦 1分多鐘應該不到10Mb 真的來我們把我把它儲存起來 來給你看一下 把它放到這邊 好 儲存這樣就好了 當然檔案名稱你可以自己先訂好 你可以自己先訂好 所以OK 我們現在打開這個目錄 你就可以看到囉 在這裡 不好意思 2.37Mb 這樣有沒有很小 其實我們是 這些錄影有一個很重要 除了錄的要清楚以外 檔案不能太大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鼓勵各位用DV的吧 你用DV 我必須說品質確實是比我們現在的都好 但是他有一個最致命的缺點 檔案實在是有過大 所以你願不願意幫老師處理上課這種錄影 要花很多時間喔 比上課時間還長 而且你可能要看很多遍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會比較鼓勵你用這種 那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天這幾個 你覺得你有沒有注意到 檔案都很小 我用這個檢視給你看 你看我們剛剛從剛剛上課到現在 有沒有發現我的檔案都很小 對不對 錄影的時間你注意一下 目前只有現在這個 比較有可能超過10分鐘 有沒有都在10分鐘以內 這樣了解了嗎 那就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